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川普要打官司 高官纷纷否认 揭黑文章究竟出自谁手 纽约时报罕见刊发了一篇匿名评论文章 名为《我是川普政府中的一名抵抗者》 文章对美国总统川普大肆批评 指责川普的领导方式小气而无效 并且爆出了一些川普政府中不为人知的内幕 报道称这篇文章出自一名白宫高级官员之首 作者的身份也因此引发外媒的疯狂猜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甚至列出了一个13日名单 除了副总统彭斯外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白宫幕僚长凯利 司法部长塞森斯 国家情报总监柯茨也遭到怀疑 为平息质疑 川普政府的高官纷纷露面否认 正在访问印度的国务卿蓬佩奥 称这篇文章令人悲哀 他说我发现在这方面 媒体旨在破坏这些政府的努力 非常令人不安 副总统彭斯办公室表示 不屑于这种业余行为 国家情报总监柯茨发表声明说 纽约时报评论文章是由我或我的首席副首所写的揣测 大错特错 我们没写 其他表态否认的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 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财政部长姆努钦 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 劳工部长阿克斯塔和能源部长佩里 纽约时报说 文章作者是一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 如果公布此人身份 可能会危及他的工作 这名匿名的作者坚称 总统自己手下人员经常化解他最坏的冲动 文章还说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这可能是一种冰冷冷的安慰 但希望美国人知道 房间里还是有成年人的 这篇文章还提到 最初有悄悄议论 想启用宪法第25修正案 但谁也不想掀起宪政危机 所以我们将尽我们的所能 把本届政府引往正确的方向 直到一切结束 不管是哪种方式 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 列出了可以罢免现任总统的措施 这篇文章发表后 川普在推特上也接连发文做出回应 其中一条推文要求纽约时报公开作者身份 以对其进行起诉 川普在推特上说 这个所谓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真的存在吗 或者这是不是正在破产的纽约时报的 另一个虚假消息来源呢 如果这个没有胆量的匿名人物真的存在 出于国家安全目的 纽约时报必须立即将他的身份交给政府 在这则推文出现前不久 川普在推特上发了一条只有一个词的推文 叛国 川普在白宫东宫时参加了一次活动后 被问到这篇文章 他称这篇文章没有胆量 并对纽约时报大加批评 川普对记者们说 他们不喜欢唐纳德·川普 而我也不喜欢他们 因为他们非常不诚实 川普形容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可能是个正在失败的人 也许完全是出于错误的原因而加入政府 他稍后还愤愤地说 会考虑对纽约时报采取法律行动 而且司法部长塞恩斯也应当调查这篇匿名作者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声明说 这篇文章可悲鲁莽和自私 并形容这种做法让这家所谓权威大报跌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桑德斯说 纽约时报应当道歉 他说该报刊登这篇文章 这是自由派媒体协调行动 试图诋毁总统的又一个例证 桑德斯指责那名匿名作者不把国家摆在第一位 而是把自我和自尊摆在美国人民的意愿之前 这个懦夫应当拿出正确的行动辞去职务 这篇文章支持了媒体人Bob伍德沃德新书恐惧 川普在白宫中记载的一些白宫议事的说法 这部新书的摘抄声称 川普的幕僚偷偷把文件从他的桌子上拿走 防止他签字以保护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中罕见的一个词汇 北极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注意 有人指出惯用这个词汇的人正是副总统迈克彭斯 还有程序员在GitHub上公布了一个脚本 将这封来信与每个内阁成员的推特进行对比 求出相关系数 运行结果是副总统彭斯的相关系数最高 语言分析专家指出 彭斯最爱使用这个词 他也经常在演讲中使用这个词 不过也有人认为 这个词可能是故意加进去的 目的是为了混淆视听 纽约时报的一位发言人也表示 将这个单词解读为一种暗示 显然是错误的 他指出 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不会不知道 政府官员经常使用的标志性用词 很明显因彭斯频繁使用某一词汇就确定他是作者的理论 尚且存在一些漏洞 据商业内幕消息 此前匿名向媒体泄露白宫内幕的员工会使用其他同事的措辞 以防川普猜疑 今年早些时候 一名白宫官员告诉政治新闻网Axios 为了掩人耳目 我通常会注意其他员工的习惯用语 并在向媒体透露信息时使用他们 这种办法是别人追踪不到我 值得注意的是 纽约时报评论版的编辑吉姆达奥 在电话采访中告诉CNN 那位神秘高官并不是和他直接取得了联系 而是通过一名中间人 此外 赫芬敦邮报还称 彭斯不是作者的关键证据 可能来自他对川普公开表露的忠诚 众所周知的是 作为川普身边的男人 彭斯形势低调 从不在公开场合冒犯或挑战川普 两人间的关系更是一派和谐 那么彭斯是否如他表现的那样忠心耿耿呢 他会不会阅阻代袍 密谋弹劾川普 取而代之呢 彭斯的大学同学斯科特鲁斯 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告诉CNN 彭斯曾经说过上帝告诉他 他将成为美国总统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